亮哥怎么看待这场四个小时 又四分钟的年度记者会 我觉得他有点故意 这个选在泽伦斯基去美国求救的时候 然后弄了一个从容自在的记者会 那事实上 事实上他去访问阿联酋去沙特 然后伊朗去了莫斯科 那次就已经有点在彰显 他的今年开始的底气 因为他早就知道 他今年的经济成长大概是3.5 而且他不止这样 他还预期明年 所以他跟阿联酋不是要谈减产吗 所以他大概估计他明年的能源收入 大概会有3900亿美元 他就用这个来估算他的财政收入 然后这里面有他那个GDP的6%要来做军工产业 所以明年俄罗斯肯定是全球军售里面的积极角色 他就是叫满血回归 你知道吗 那第一个回归就去了阿联酋 做了突围 那这个从俄罗斯直接穿过伊朗 那也不管你美国空军基地就在旁边 那四驾 那个苏凯35护航 那今天还又回来 搞了这个那么长的记者会 老神在在 而且这记者会 如果拉开来看 那个场地真的很漂亮 而且你再看一下 上个礼拜他宣布要参选连任 所以人家就说他一下可 这下恐怕要做到2032了 所以这基本上就是 因为眼看着 美国今天就休会了嘛 国会啊 那责任司机是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美国国会要 过完圣诞节开会是明年1月9号 所以现在有点 形势在迅速逆转 而且我认为这个舆论会逐渐出来 就是美国会开始讨论 欧乌战这个局面 是不是要做个休止啊 就是要不要怎么停火啦 那拜登很麻烦哦 因为拜登现在开给以色列 是给他三个礼拜 叫他你三个礼拜给我 缩小战争规模 那以色列说他至少需要两个月 所以现在就卡住了 所以所以哦 这个他当然就要展现 我认为俄罗斯未来 他逐渐笃定这个满血回魂之后啊 他实际上不只向东看 向东看是向中国看嘛 因为他当然知道 他的被欧美抵制的状况 不会立即解除了 所以他还是会跟中国结合的蛮深的啊 那你看他今天也做了另外一个动作 昨天啊 昨天他不是跟中国大陆那个军机 然后进入了韩国的防空识别区吗 对对对 待会我们会讨论 我认为这个动作一定是俄罗斯要做的 我认为不会是中国大陆啦 他就是对韩国最近卖这个炮弹给乌克兰 当然这个很多问题都是联动 都联动 国际这个地缘政治 还有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相对于这个普丁的满血回归啊 那泽伦斯基这种钙式的出访 乞丐的钙 大家说你知道吗 化缘式的这种出访 化缘式的乞丐式的这个出访等等 在这场记者会当中 普丁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很有意思 有点哲学思维 如果回到过去啊 你会想会想修正 会想告诉自己什么 普丁说他要告诉2000年的自己 对所谓的伙伴 不要过于天真跟清醒 西方国家 对不对 普丁以前跟这个西方国家 往这个往西靠拢 这句话是不是也应该跟泽伦讲 你看到这个泽伦 最近真的是超级凄凉 我跟纪大使在礼拜四的直播当中 这题讲得非常的细 大家没有跟上的话 记得去补课 红地毯也没啦 对不对 这个国会也吐槽他啦 拜登这个冷脸啊 随便搪塞两亿美元 这个两亿美元一出来 俄罗斯就嗨起来了嘛 对不对 哈哈你只有拿到两亿哦 然后又转到欧洲 转到欧洲之后呢 这个德国媒体爆料 没有见到肖子 对不对 他来了啊 那大家当然啦 还是都会有一些 这个所谓的援助出来 但是这个口头援助 跟实际能拿到多少 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到也不知道啊 基本上那整个态势 已经很清楚了 这个俄罗斯驻美大使就讲嘛 所有人都厌倦了 来自基辅的乞丐 所以不是我坏 是这个俄罗斯 驻美大使很坏啊 化缘之行 有没有 乞丐来化缘 大家避之唯恐不及 然后这个也超惨 泽伦斯基说要 又要开始征召入 45岁以上的男性耶 对我有看到那个照片 撞钉全部都死光 都打光了 而且每个人都理个光头 这样 不是这样啊 就是 这个 是让欧洲就给他一个虚的东西嘛 我们愿意让你申请参加欧盟这样 这就是非常好笑啊 因为他那个过程要每个国家都同意 那大家都知道嘛 荷兰跟奥地利就已经鲜明表达反对 匈牙利也反对 你根本就不可能过关嘛 那一拖下来至少十年 克罗埃西亚参加欧盟花了十年 克罗埃西亚的人均所得 是一万三千美元啊 乌克兰现在是不到三千耶 你去想一想你加入之后 欧盟每年要补贴你多少钱 有人算过 一年要补贴五百亿欧 才有办法把他的农产品 拉到欧盟的价格水平 不然你法国怎么办 你乌克兰的农产品 倒到欧洲来 法国不完蛋了嘛 还有波兰耶 所以这个很现实的 我就觉得欧洲人真的是坏了 就是你这个时候给人家这种虚名 有什么用 欧盟 以后还可以参加北约啊 这个就是废话嘛 这个他虚 我给你讲他事实上 接下来会蛮惨的 我看到一个数字啦 我们知道乌克兰大概是六月 开始做反攻 那他大概八月左右 因为那个时候乌克兰内部有新闻管制嘛 所以所有的人都以为打得不错 八月的时候他的民调是九十啊 八月啊 结果大概十天前 他的民调三十二 只有三十二了 对 你就知道这种战局逆转直下的时候 那非常恐怖的 这个就好像 我当年讲委员长啊 抗战跟胜利 出来多 老百姓多欢迎他啊 对不对 那那个三大战役打完之后呢 大家叫你下台 这很现实的 那现在 武装部队的指挥官 那个Zalouch 民调七十二 基辅市长 那是反对党 基辅市长民调也超过五十啊 然后两个人说都要求他要改选 普京在宣布他要竞选连任啊 则人士说 我们国家流离失所的人很多啊 明年选举要延后 因为他只要一选他就挂了 事实上美国啊 碰到这种局面啊 通常就是 拿你的人头来借用一下 就叫你下台了 刚刚亮哥讲的亮哥一起讲 我觉得这些都是联动的啊 就是昨天我们看到有没有 就是两架中国军机啊 四架俄罗斯军机啊 进出了这个南韩东海上面的防空识别区 那当然今天这个大陆是说了啊 这个南韩是故意 故意拿来大家渲染嘛 南韩的战斗机紧急升空 然后在这个时候你觉得呢 中国国防部有解释啊 这其实就是双方在日本海东海 进行第七次的联合空中巡航 也是今年度中俄的第二次空中巡航 还有一个联动的中美的部分 在习拜会之后啊 不是这个军事高层对话说要重启吗 那现在美国证实啊 说美国国防部的这个官员 跟大陆驻美使馆的五官流展 已经开始谈了 以及还有一个周边的国家是日本啊 日本现在又开始这个发布讯息 说现在这个中国的海警船 是一个常驻钓鱼岛的概念 这个主导就是钓鱼岛 算一算的已经131天后发现公务船等等 今年的总天数加一年365天 到现在为止出现在这里 已经是336天 这就等于是常驻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看起来是有很多很多个事件 但是亮哥你怎么看这些事件彼此的关系 加在一起意味什么 这个我刚刚就讲到一半 我说普京现在是满血归来 他不像东看他不是只看到中国 他也要到亚洲活动活动 亚洲他有几个很好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 朝鲜 越南 印尼 跟他关系都不错 而且都是跟他买军火的 那最近又加了一个缅甸 缅甸也想跟他买军火 他会到亚洲活动活动 然后第二个是从中亚直接向南 就是中东 所以我认为他满血归来之后 就是就开始活动 他就说你们欧美说想要 国际刑事法院让我走不通 我就走给你看 我觉得他就是这种个性的人 那接下来就是他的全球的军工的贩售 我认为他明年一定会做得非常的火爆 GDP 6% 这很吓人 这个造成他的制造业的机理人指数标到54 就是因为军工产业 军工产业啊 军工产业嘛 就是这样啊 因为他的俄罗斯就有人讲个笑话 说俄罗斯的经济的本质就是有核弹的加油站这样 那就是军工产业加能源嘛 所以他开始要发工了 要发工了 而且我认为他跟中国的合作会再进一步 这个进一步就恐怕就全方位了啦 包括西伯利亚开发计划啦 包括军事上的合作啦 你不知道他会走到哪里啦 现在就有点是倒过来 普京就是不只对比责任司机了 还要对比拜登啦 那你就会看到拜登那个败就改成失败的败 哈哈哈哈 拜登 就翻译要稍微改一下 就是拜登 拜登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呢 你去想一想啊 他还有唐和听证 对他儿子的事报不完啦 对啊唐和听证共和党要修理他 然后那个川普 川普明年就是一副 要不断对你敲打 那他一定从阿富汗撤军撤得非常不堪嘛 那一路连接到乌克兰啊 然后加沙的战争啊 就这样一路痛打你嘛 然后可是很不幸啊 就是美国处于内乱啊 那美国就会造成拜登什么大事都做不出来 那你这个情况你去对比 那中国跟俄罗斯在分境合集 那整个全球的态势 这个就是我觉得那个态势明年一月 那个我们说那个开元啊 年度开元 你大概就会看到这两个国家在干嘛了 那你就看到拜登去买肝盔啊 准备到国会应付共和党这样啊 还有防弹背心 这个啊就是整个态势扭转啊 然后美国最心爱的岸田啊 现在民调23 搞不好上半年就挂了 还撑不到9月啊 那这个情况下你看影席月怎么办 这个就是整个这个都是联动的啦 就你们老大啊现在整个乱掉了 那英国也要自求多福啊 所以明年我估计那个卡梅伦啊 立刻就要来见王毅了啦 就是这样啊 就英国啦 那那个岸田自身难保嘛 那接下来就要看那个新的首相 怎么样重新再跟中国打交道 大概是这样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